好 謝謝趙培 在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中呢 人們見證到了中共的殘酷 也見證到了法輪功學員的道德力量 這是他們思考並決心退出中共 下面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精選 中國大陸的王美好說 我是一名大陸的村委幹部 多年來親眼目睹了 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殘酷迫害 見證了法輪功學員的大善大人 迫害中還在堅持喚醒世人的道德良知 在法輪功這裡 我看到了未來的美好與希望 而中共正是造成一切霍亂的根源 因此我退出中共邪黨組織 我去受印 擁有美好未來 北京的小萌說呢 我在中國大陸長期受 中國共產黨黨文化的教育 被他的假面所蒙蔽 現已看清了他對中國人民的欺騙 他對法輪功人員的殘酷迫害的邪惡本質 為了在神懲罰他時不成為他的陪葬品 我鄭重聲明退出中國共產黨的邪惡組織 少先隊選擇美好的未來